这家伙事都还没做 就想吃肉 你捞完了没有 去搞一点笋来炒腊肉吃 这里有个包 不知道有没有笋 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 我们来挖一下 这里挖了两个 一个 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挖了两个 这个笋虽然小一点 但是特别新 挖了半天 只挖了三个 还好炒腊肉够吃就可以了 刚才咱们擦额固吗 好 炒腊肉的笋要切厚一点 哇 这腊肉太香了 我老妈都舍不得吃 腊肉就要切厚一点 越厚越香 准备一点新鲜的蒜苗 切成小段 再准备一点红辣椒 斜刀 切成马蹄片 切好的腊肉 我们先放到锅里面去煮一下 这样煮一下 这样煮一下可以去除腊肉里面的多余的银粉 煮个三分钟左右 我们将它用水捞出来 再好的笋也把它放到锅里面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炒酸 好了 锅热倒油 油热之后 把腊肉倒下去先炒香 炒香之后 我们先往里面加入一点清水 把腊肉的香味煮出来 这样就可以去除一些盐粉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斜 煮个两分钟左右 我们把红辣椒倒下去 喜欢吃辣一点的 再加点老妈做的辣椒面 然后淋上一点一点生抽 哇 辣椒炒至断剩之后 我们再把刚才焯好水的笋倒下来 哇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出锅请 我们再把切好的蒜苗加进来 再来上一点点鸡精皮鲜 一道香烹烹的 笋炒腊肉就可以出锅了 老弟就这个菜 少说也得吃三碗米饭吧 腊肉炒好了 看点吃饭 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好 来了来了 好久没吃腊肉了 来尝一下 味道怎么样 非常的香 刚才入味 好吃 喝一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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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